过程 除非他是个有故事的人 比如说我吧 我年轻时候找工作难呢 形象不好 我上高中就图顶了 论学历更别提了 我记着我是高中毕业 我爸说他记着我是高二没上完 我妈说他记着我根本就没上过高中 到现在我们全家就是 说不清我到底什么学历 但是学历这事对我来说根本不叫事 我自己PS学历 我把我的照片分别PS到北大门口 人大门口 北航门口 中国社会科医院门口 每张照片P出来 人都是两脚悬空离地 跟神仙下凡似的 其实我们那时候有成人教育 可以拿学历 有老师教 可是对我没用 教我也学不会 我个人能力也不行 您看现在这个中青年人 多学多才 什么新鲜事物都知道 我不行啊 我整天宅在家里头 孤陋寡闻 什么事都不知道 真的 我这人特别不好事 不知道的我还不爱打听 您看我结婚这么多年 连我岳父叫什么都不知道 打听 没工作的日子不好过 那些年天天四处求职找工作 最多的一年我参加过一百多回面试 有人问了说你参加这么多回面试 有什么经验啊 没有 没经验 因为每回面试都是看我一眼就给我轰出来了 没人问我话 有一回他们甚至就没看清楚就让我出去了 冬天 我今天太紧张忘了摘口罩了 摘口罩 大眼珠子 他觉得害怕 没让我出去了 我那时候想找的工作是文化公司 我年轻时候是个文艺青年呢 天天背着这个吉他 腰里别不快把 其实两样都不会啊 我就喜欢那种文艺范儿 我报考过艺校参加艺考 中系 上系 上影 北影 军艺 全国各地凡是艺校我都报过 大大小小二百多个 一个也没考上 我到一家文化公司求过职 看到那家公司啊 要这个招会弹吉他 硬屁那天我呢背着吉他去了 轮到我说我一边弹着吉他 一边唱着这个感恩的心 进去见老板 老板听我唱完喽啊 说我唱歌不着调 做事也不会靠谱 没要我 后悔了 早知道不唱了 您问后来怎么样了 后来我不是说相声了吗 因为相声这边行业呢宽容 不要求长相 也不要求学历 什么能力 性格 血型 星座 统统不要求 只要脸皮厚一点就行 你看一段相声说下来 你们不乐我自己乐 现在这个工作是有了 可是在单位也不开心 因为不会拍马屁啊 我也想跟别人似的 没事拍拍领导马屁 可每次拍马屁都不成功 我们单位有一个拍马屁的高人 纳威 纳威堪称我们单位的马屁精英 简直就是马屁精成精 那马屁拍的大隐无形啊 都拍出了文艺气 昨天我看微信嘛 看那手机微信发朋友圈 又看到纳威在我们领导 发的一条微信底留言了 我每天都看您发的东西 统统学习人生智慧洗离心灵 您的每一条微信 都是我麻木的心灵惊醒 复苏重新获得新生深思受益 您看看人家纳威的水平 我 我顶多就点一赞 前两天纳威发了条微信 拍马屁的功夫 又升华了 微信是这么说的 心痛到不行 家里人都病了 孩子发着高烧 媳妇发着高烧 父母血压又升高 但是此时此刻 单位更需要我 我不能顾小家舍大家 自古中小不能两全 让泪在心里流霸 天知道我的心有多痛 消息一发出来 我们领导迅速回复 熬完这几天补你十天假 好好陪家人做补偿 我也学着纳威发了条微信 从早上一到单位忙到现在 下班了还没忙完 估计又要忙到夜里了 不过经常为工作熬夜 我也习惯了 我消息一发出领导 很快做了回复 只能说明你办事太磨蹭 以后注意提高不得笑 这回这个马屁又没拍对 自己给自己找了个不痛快 我们单位就是我好骗 纳威有事没事就骗我 纳威能吃啊 长了四个胃似的 他这三十多年吃的东西一碗一碗的连接起来 能绕地球三圈半 真的 体重时间是个谜 他称体重锁门不准别人进去 认识他的知道他是演员 不认识的都以为他在时常工作呢 冬天你没见他戴帽子 为什么他一戴帽子根本分不清楚性别 就跟我们电视台食堂打饭的大妈一模样 他从小学表演就是努力吃饭 故意把自己吃胖 就为什么呢 为了跟我们一起上电视的时候抢镜头 你看纳威演节目 简直就是视听盛宴 大家好 今天给大家推荐一个评书类说书类微信公众平台 首先我们打开微信 点击右上角的加号 点击添加朋友 点击底部的公众号 然后输入评书9 评书9 然后点击搜索 点击评书收听 然后点击关注 再点击底部的这个菜单的评书说书 这里都是评书说书类节目 等你来看看